哈囉大家好 我是聰樹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是我第一次發布影片 看完之後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法國布根地產區 一次搞懂 布根地的 秋 大家開始在學習布根地的時候 最容易被它的名詞搞混 特別是布根地的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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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原意指的是 山丘 秋林地 海岸 或者是 勒 在布根地 你會看到 Côte d'Or Côte de Nuit Côte de Bonne Côte de Nuit Côte de Bonne Côte de Bonne Côte de Nuit Côte 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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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是法国的省份之一 相传秋天的葡萄渊像是黄金海岸 所以因此而得名 2016年1月 金秋跟Franche-Gondais 两个合并成为新的省份 成为新的行政区 称它为Bourgogneau-Franche-Gondais 布根地最著名的两个葡萄酒产区 就是Gode de Nuit跟Gode de Bonne Gode de Nuit指的是 Nuit San Jorge这个村庄附近的丘陵地 而Gode de Bonne指的是 Bourgne这附近的丘陵地 而Gode de Nuit跟Gode de Bonne 不是法定等级ALC 只是一个约定成熟的区域 问题来了 如果我把Gode de Nuit跟Gode de Bonne 的葡萄混在一起做成葡萄酒 那你知道会变成什么吗 答案是 Bourgne Gode d'Or 就是不耕地景丘 不耕地景丘 Gode de Nuit跟Gode de Bonne 它们分别是葡萄酒产区 可是在Gode de Nuit后面加上Village 或者是Gode de Bonne后面再加上Village 那它们就成为是法定等级的AOC 如果Gode de Nuit跟Gode de Bonne前面加上O这个字叫做O Gode de Nuit或O Gode de Bonne 那这个也是法定等级AOC 那O指的意思就是在上面 意思是在丘陵的上面的意思 那它的生产区域就会是在丘陵较高处的地方 在布根地北边有两个Gode de AOC 一个是Gode de Saint-Jacques 指的是Saint-Jacques这个山上所生产的葡萄酒 它的全名是AOC Bourgogne Gode de Saint-Jacques 另一个是Gode de Auxerre 指的是Auxerre这个村庄所生产的葡萄酒 它的AOC全名是Bourgogne Gode de Auxerre 在布根地南边有两个Gode 主要生产在Gode de Chalonnais这个产区 第一个是Gode de Chalonnais 主要生产在Saint-Jacques这个村庄附近的葡萄酒 它的法定等级就被称为Bourgogne Gode de Chalonnais 另一个Gode指的是Gode de Goucherre 是Goucherre这个村庄附近所生产的葡萄酒 AOC叫做Bourgogne Gode de Goucherre 看完上述的影片 希望大家能够对布根地的Gode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最后是QA时间 题目是 布根地AOC里面可以标示Gode的有哪些 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讨论 如果你有更想知道的葡萄酒知识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那Gode的普遗亦算什么 到底Gode要写单数还是负数 大概4分钟还是负数 有哪些 是不是负数 就 Chase